Hello 奇奇 上星期我們警隊有個快問快答的環子 總共收到2120條問題 今天是時候要找到答50條了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首先第一條問題 你將懷任性呢? 在這裡 說笑而已 會考四科合格可否投考警隊? 四科不行 散一科 那報考警察和附警有甚麼年齡的限制呢? 沒有限制的 不過當然要退休之前加入了 那為甚麼要考試力呢? 沒有試力怎樣保護市民保護自己 為甚麼要剪頭發惡受訓的時候? 因為方便 快捷 那要做甚麼工才可以容易考到附警呢? 我們歡迎不同階層 不從職業的人加入 那會否放寬投考資格? 不會放寬的 不如你想想怎樣提升自己的實力吧 我想問 如果投考的時候 fail basic law 要不全部考過呢? 不需要 考上 basic law 就可以了 惡事是怎樣上班 訓練時間又是怎樣的? 惡事一年 最少要回208小時 多一點都會歡迎的 裡面包括訓練的了 甚麼時候出大學生影響計劃? 每年才6月 留意公務員事務局的公佈 又或者參加我們大學生學長計劃 我想投考警隊 又怕別人的目光那怎麼辦呢? 不用怕 做好自己 覺得對就可以了 那授訓的時候要多長時間呢? 警員27州 督察36州 投考警察的人數有沒有少了? 是少了的 但是投考附警的人就多了很多 做警察最小的年齡是多少歲? 拿了成人身份證就可以了 全香港有多少間警署? 一共有42間 甚麼是PTU? PTU 即是機動部隊 藍武子 那一架車要被人抄多少張牌才會被拖走呢? 總之在場的警務人員認為 車造成嚴重阻失 我們就會拖走 究竟有些甚麼要做? 負責不分就夜 在香港水壁巡邏 那機場突警的訓練 是否真的那麼辛苦那麼難入呢? 是很辛苦的 體能的要求跟飛虎隊差不多 我想問理想的到場時間是多少? 香港九龍是9分鐘 新界是15分鐘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可否用來救火? 沒說不行 不過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其實是在公眾活動裏面 為警察和示威者之間製造距離 質如衝的扣車中心有甚麼用途? 車在港島違反了交通條例 造成阻失 又或者是涉案 都會拖過去 遇到突發事 你們會先追犯 還是先拯救傷者? 視乎受傷程度 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下 當然先救人 那普通軍裝 何時才可以調部門呢? 出了學廠 最快都一兩年 怎樣分EU的狗隊和PDU? PDU即是Police.uni 負責統籌不同的警犬到不同的單位當間 EU只是其中一個 RRC是甚麼來的? RRC即是Regional Respond Contingent 這部大隊結合了刑徵人員和防暴警察 ASU是否每天都要帶著MP5巡邏? 是的 MP5是他們的基本裝備 你看看easy 每天都拿著 交通境外的外套是否真的那麼熱? 其實這個身形外套已經臭氣舒服了很多 防暴警察的全身裝備有多重? 最基本都12公斤 所以你說穿著跑 都很辛苦 為甚麼還用綿衣髮? 因為可靠 容易操控 未來會不會再買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新的財食年度 我們先會根本用了很多年的裝甲車 亦都會添置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Social media content 是誰想的? 由PPLB 那隊人大概30人 他們特體創作 即是這麼說 小編是警察? 是的 小編全部都是警察 想內容 寫稿 拍攝 剪片 落現場做Live 和滑圖 全部都是警察 忠誠 勇毅 心系社會是誰想的? 這8個字早在去年5月 警隊175周年紀念的時候已經出現 會不會再訪問小虎Sir? 其實我們訪問了他 來上我們的沽網看著新的那期警星吧 怎才做到警訊主持? 提德 托德 那警隊有沒有一些警草、警花的選舉呢? 可能有的 不過我也不知道 但你有沒有聽過可以表演警務人員的? 上我們的沽網就找到了 外界對警隊有這麼多誤解 那有甚麼感覺呢? 其實都覺得很吃力不吐好的 不過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消除自民對我們的誤解 情緒壓力這麼大 怎樣處理呢? 都是跟家人或者朋友傾訴 又或者做運動 香港是否仍是一個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呢? 絕對是 但要有效執法 除了靠警察 市民奉公守法的意識都是極之重要 市民跟你們說加油 你有甚麼感覺? 開心、和心 一哥可不可以做到60歲? CP 副署長和高級助理署長 是做到57歲的 那份工辛苦不辛苦? 沒有說辛苦的 我們跟大部份的香港市民都一樣 盡力做好自己的份工 一哥是否讀藝俊? 一哥是中大社工系畢業 加入警隊之後 都繼續進修持有碩士學位 警察是否應該政治中立呢? 公務員是要政治中立 但不代表政治冷感 我們仍然可以關心社會 有自己的看法 網上買了演唱會票 被騙了那怎麼辦? 可以親身到就近警署報案 又或者去我們的電子報案室報案 為何江Sir這麼Q 我也想知道,你問問他 其實做警察就不用Q 我都這麼久沒出來 不如再回答兩條吧 警察,既然你這麼說 那我問的了 終審法庭裁定了七警案當中 有五個人的罪名成立 那警方會不會道歉? 處長已經說過 我們會根據公務員守則 和警隊條例去跟進 秉公辦理 那721呢?查了沒有? 其實一直都有查,從來沒有停過 至今我們一共拘捕了37人 而其中7人已經擦脫了上角 今天就這麼多 阿Sir,先別走 不要怕,再問幾條 一哥什麼時候下台 處長,理直氣壯做得好 只有懼怕我們正義的人 才想處長辭職 警隊是不會沒有一哥 而香港是不會沒有警隊的 那831呢?死了那麼多人 證據呢? 死了多少人? 死的是我老細胞 被你們擊死的 就這麼多了